哈喽 大家好 我是拉斌哥 2024款的阿卫泰11呢 在北京车展是正式的上市了 上市价格多少呢 33万0800到39万0800 如果你单纯的从价格上来看的话呢 跟之前的车型价比 好像是略微上涨了800块钱 但是今天跟着我一起来体验一下 新款车型之后 你会发现这800块钱啊 真的是花出了8万块钱的效果 作为年度改款车型 2024款阿卫泰11 在整个外观设计上的变化呢 并不大 变异式的前脸 F装的日渐行车灯 加上近乎完美的车身比例和线条 我觉得这一套设计 再用上了两三年 你也不会觉得过时 2024款阿卫泰11 新增了一个车身颜色 叫做灰金色 金色的基础上呢 加了幻彩车漆的效果 在不同的光照和角度下呢 呈现出来的状态也是不一样的 非常好看 2024款阿卫泰11 最大的升级呢 其实是体现在车内的配置升级上 特别是一些舒适性和豪华性的配置 那么全车的皮质呢 是升级成了半半的皮质 而且你能够感觉到 它的触感还有亲肤的感觉呢 也会更加的高级 那么主驾和副驾两个座椅呢 也升级成了两张零重力座椅 特别是在这样舒展的状态下 非常的舒服 另外一点呢 就是两张座椅 是支持三档的通风加热 以及五个模式的按摩的 在这里呢 也告诉大家了 在阿卫泰11车上 不仅仅是后排式遵向版 在前排的主驾和副驾 也同样有这样的高级待遇 所以说全车升级的半满安皮质 加上两套零重力座椅 如果是放在一个传统的豪华品牌上 大家觉得值不值个三五万块钱呢 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 在听觉上的升级呢 也达到了奢想这个级别 2024款阿卫泰11呢 到了25个扬声器 总功率呢是2016瓦 而且呢达到了7.1.4声道 这样的一个听觉享受 那么话不多说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2024款的阿卫泰11 其实也没有做非常大的调整 依旧是提供了单电机和双电机 两个版本四款车型 那么在具体的动力输出 也就是它的加速性能上 给大家几个比较直观的参考数据啊 单电机版最快的零百加速呢 可以做到6.6秒 而双电机版呢 最快能够做到3.98秒 也就是4秒内 这个参数 大家放在以往的油车相比 或者说跟现在的一些竞品的纯电SUV相比呢 也是有着非常不错的一个表现的 2024款阿卫泰11 CLTC的纯电续航里程呢 单电机是630和730 那么四驱版本呢 是580和700 选择偏性能的四驱版 还是着重续航的啊 这个单电机版呢 这个就根据自己的使用场景和需求来选择了 那么在动态部分呢 今天我们着重体验的是这台车在制驾方面的升级 2024款的阿卫泰11搭载了华为乾坤高阶制驾系统 那么这一套系统在行驶过程中的表现呢 我觉得跟以往车型相比 是有非常明显的升级的 首先在硬件层面 依旧搭载了我们熟悉的34颗传感器 但是行驶在路口的时候呢 会有更高阶或者叫更聪明的表现 比如说行驶到红绿灯路口的时候 不仅能够识别红灯和绿灯 在黄灯的时候呢 也能够做出相应的预判和沙停的动作 阿卫泰11整体的驾驶感受呢 是非常轻松灵巧的 而且转向的跟随性 包括这个异形方向盘带来的这种手感呢 我觉得是非常符合现在 比较追求一些操控性的年轻人的这种驾驶习惯的 但是如果要对这台车挑一个毛病 或者说挑一个小问题的话呢 我觉得是在悬架的调教部分 显得是有一点跳远了 特别是在过一些起伏路段的时候 如果能把这台车的整个重心能够压得住 或者左右的重心能够控制的更稳一些 会更好一点 2024款的阿卫泰11呢 其实在舒响的配置以及自驾的系统上呢 有了更全面或者叫更高阶的表现 的确啊 它变得更贴心 也变得更加的聪明了 那么新款车型到底该怎么选呢 我个人建议啊 选择30万08百的入门版就够了 无论是从动力纯电的续航 还是它能够给到的舒适性的配置方面 真的在30万这个级别的纯电SU里面 已经算是非常非常有竞争力了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对于这款车型的试驾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